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我們看喔 連總會大縮表跟升息喔 果然給全球金融市場 帶來新的變數跟壓力 一方面喔 這個股票市場在修正 另外一方面喔 在美國房地產喔 也開始降溫 而這一回合的升息喔 對於全球的房貸跟房盧一族喔 事實上也有所影響 整個2021年美國房貸市場 飆到1.6兆美元的新高紀錄 而同一時間喔 在台灣喔 這一個這幾年的土地跟房產投資 也非常樂弱 然而另外一個部分喔 在中國喔 房地產泡沫喔 現在呢 越來越嚴重 特別是各式各樣的爛尾樓 從摩天大樓 到這一個大規模的人工造島 或者是大規模的土地開發 而爛尾樓爆不完的同時喔 今天最新的相關資訊喔 恒大的養生股 另外一個超級爛尾樓喔 現在超過1000畝的土地喔 中國政府要求直接收回 那整個升息通膨的壓力 雙重集結之下 對於全球的房地產 跟台灣的房地產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 金融影響跟波動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房產專家李同龍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邱之昌博士 大家好 再來是美國股市專家高子序 大家好 再來是陳專家謝陳彥 大家好 再來是陳高超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新年快樂 好 剛講到喔 聯準會要升息喔 影響了全球金融市場 那當然喔 對於房地產來講喔 利率事實上是非常敏感的指標 而另外一個核心的觀察是喔 中國這一次的房地產的修正壓力喔 一波又一波 那這兩天最新一波叫做 恆大的養生股呢 這一批爛尾樓 仍然要全面土地收回 好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網友去拍恆大養生股的 這個大規模造證 土地開發的這個畫面 因為它超過一些母的土地喔 現在中國政府全面收回 中國房地產在正面裡一個大泡沫 但是現在還有更麻煩的問題是 在過去房地產狂飆的過程中呢 有欠地都是爛尾樓 然後現在這些爛尾樓要怎麼處理 這其實是中國新的一年裡面 非常麻煩 而且必須要去處理的一個問題 本來呢在新春的時候呢 大家都認為中國爛尾樓 新春第一爆 應該是恆大的海華島 但是呢恆大海華島 因為他們已經提出了數院的程序 所以什麼時候報不知道 但是現在呢恆大的養生股又有一個爛尾樓了 可能也會被列入是新春第一爆的排列名單裡面 恆大呢在很多地方都住了很多養生股 剛剛我們看到的呢 是在那個荷蘭休武那邊的一個養生股 它是在2018年3月就開始開工 可是到你剛剛一看2019年才一年多後 就停在那邊了 沒有動作了 沒有動作之後到了2019年12月 就正式停工了 可是呢 它那個地方呢 有400多户 有250幾户呢 都已經把它賣掉了 賣掉之後你就停了 也沒有任何交代 所以呢 有人受不了了 竟然跑到了人民網上的領導留言板 中國他們也有領導留言板 去抗議說 我已經繳了75萬的人民幣了 給人給我交代 沒想到 領導竟然真的看到了 看到之後開始攪拌 所以最近呢 荷蘭的政府就規定說 你這個地方已經不能再弄了 我要把你這個所有的 1200畝的土地都收回來 那一收回來之後 哇 那上面已經蓋的那些房子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炸掉呢 是不是要怎樣 所以又變成是一個很複雜 又龐大的一個爛尾樓 可是事實上呢 中國爛尾樓蓋的多 他們炸房子的技術 也真的很有進步了 為什麼呢 我們就看到說去年的8月21號 在雲南昆明 有一個立陽新城 有15棟的房子 一下子呢 他們就用電子爆炸 把它排得很好 15棟裡面開始 哄的一聲開始炸 哇 他就這樣子炸 一動一動倒下去 他是總共15棟 非常有順序的 在45秒之內 全部移微平地 滿天的白霧 然後通通都灰灰一面 45秒就這樣炸掉幾十億啊 總共新台幣43億 45秒內就全部炸掉 所以中國現在炸爛尾樓的技術 大概因為太多了 所以他們的技術也是非常的高超 因為不斷的在演進之中 可是呢 事實上中國現在的爛尾樓多到 他們還有十大爛尾樓的排行榜 那第一名呢 當然就是天津117 天津117本來叫做金龍的一個大樓 要去做 然後它的高度呢 它總共要設117層高 所以當時的時候他們就想說要做出來呢 要跟杜拜相比全世界第二高 可是蓋了以後到現在為止呢 資金出問題 資金斷裂 所以已經停工很久了 沒有成為世界第二高大樓 但是被中國人稱為叫做炒房者的墓碑 117層樓將近597公尺就立在那邊 現在該怎麼辦 不知道 它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爛尾樓 然後這個最高爛尾樓 它同時呢 當時的時候是26億的人民幣 開始去處理那個土地 然後開始去動工 總共它是要花700億的人民幣 現在700億的人民幣又浪費在那邊 從2007年開始動工 但是呢 到最後呢 你看它外面的玻璃帷幕的那個圍牆呢 只做到三分之一就停下來了 就攤在那邊 讓所有人經過天津 在附近一看就看到 全中國最高的墓碑 就叫做天津117 然後中國呢 還有很多時候呢 一起來的時候開始改革開放 就開始蓋房子拼命蓋 然後這裡面還有個第二名的爛尾樓呢 叫做深郡的東門大樓 它是在1993年就開始蓋的 那深郡的東門大樓1993年蓋的時候呢 一下子呢 資金斷裂 產權和那個所有東西出了很多問題 紛紛勞勞一停工就23年 那停在那邊又沒人去顧 你就會看到完完全全的鋼筋外露 然後裡面的很多水梨有時候會掉下來 它是很大一棟 這一個爛尾軌樓的feel 它外面事實上都是殘破不堪的 非常殘破 而且裡面呢 裡面還沒封頂 所以風吹草動 有很多時候有一些水梨 有一些混泥土就會掉下來 地上就會被砸到 一弄就弄了23年 所以中國人想說 如果當時你動工的時候 生了一個小孩 現在這個小孩都可以當爸媽了 你還沒有完成把它生出來 然後另外呢 就在天子腳下 也是習近平起家的石定啊 然後那個河北石家中那附近呢 鎮定石家中那附近呢 還有一個呢 要叫做東方的威尼斯 曾經是列為他們所謂的 真正的重點工程 然後他做的就是完完全全 模仿歐式的建築 歐式的建築 剛剛有時候做到這樣子 非常的漂亮 像歐式的一個宮廷邊 然後呢 蓋完之後它叫祥雲國際 2014年就停工了 停到現在為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子 完完全全就好像 是一個戰後的廢墟 就一直擺在那邊 還有一個中國最活得最久的大樓 這個爛尾樓呢 是27年 叫做廣州中水大樓 它本來是 而且它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它立在廣州的金融中心 是在正式中心 來來往往很多人都看到 總共有43層樓 但是一蓋好之後呢 結果呢 一停就停了27年 那停了27年 又不知道怎麼炸 又不知道怎麼蓋 所以他們後面變了一件事情 就是逢年過節的時候 就把它的那個身價爛尾樓的牆 貼愛國口號 貼一些狀況 希望去把它遮醜遮羞 真的我請教陳念 今年一開出 確實這一個金融市場並不平靜 那升息是國際間很重要的變數 中國也是一個核心的變數 而且中國這一波調整 滿地的爛尾樓跟房地產的泡沫修正 看起來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過去啊 因為地方政府為了解決影子 這個銀行的問題 不斷的把地賣給這些建商 建商就到處蓋 到處蓋 過去看起來是風風火火 可是連萬科的動作 在這一次他們股東會上面講 不要再貪婪 而且懷念過去那個房地產 美好的時光 你看這一波 萬科的股價 從去年高點這樣跌下來 等於是腰斬啊 那因為整個房地產市場 佔整個中國經濟的產值將近30% 所以三條紅線 這一條禁令一出來 當然整個房地產市場整個崩盤 那剛才川大哥講的這個爛尾樓 我跟你講真的是滿地都是 這個爛尾樓叫 他叫武漢綠地636 為什麼叫636 因為他是636公尺啊 當時其實也是 哇這個風光啊 為什麼 因為上海第一高樓是 比他矮 還比他矮四公尺啊 所以他當初是中國第一高 如果蓋好 如果蓋好 結果當然最後也是沒有蓋好 有風頂啊 可是他們好像覺得說 至少要風頂嘛 就是如果爛也要爛到有一個徹底 有骨氣還是怎麼樣 就是都封頂完以後就擺爛 就蓋不下去 這個綠地集團 而且這個綠地集團 當時還是世界500強 地202名 所以你看如果連世界500強 所蓋的樓都沒有辦法完成 那我相信其他的集團 應該相當的困難 另外一個指標的集團是世貿集團 對 那這個在杭州 他是在地鐵 杭州的這個前塘區 他是在地鐵 出來附近 那照道理 你能夠在這麼精華的地段 蓋出這樣的樓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問題 結果沒想到世貿股份 其實這個是世貿股份來蓋的 但是沒想到中間 我覺得他可能也知道 會有資金鏈的問題 他就不斷的透過轉股權的方式 把自己的持股降到10% 等於是這個爛尾樓 最後跟他沒關了 他把錢整個抽離 這個也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剛才創下歌盤點的 這個十大爛尾樓 他講的前四名對不對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會很快的補充一下 第一名這個 因為剛才創下歌講很多 我只補充一個 當時他還要蓋那個馬球場 就是這個第一名 這個要蓋馬球場 就天津117 當時還要蓋馬球場 說真的597一樣有封頂 597米一樣封頂 最後也是蓋不下去 那第二名剛才創下歌 講的這個深圳的這個 其實中間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資金鏈跟債務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建商 高度槓桿的結果 導致資金鏈一斷 整個樓就蓋不下去 那第三這個石家莊 這個剛才創下歌也有講 其實他包含了住宅 商業其實當時非常知名 第四個這個廣州這個 確實在金融 因為我之前去廣州 我曾經去看過這一棟 其實真的都沒有恢復 那第五名這個 這個就在廣州市中心 市中心 而且在金融重城 旁邊有很多的券商 銀行什麼的 那第五名 我們來看一下盤點 第五名這個 這個被這個在昆明 叫幸福城 他為什麼引起踏法 因為當時買房的 基本上都是 應該是中產階級 或者是說低收入戶 等等這一類的 所以當時沒有蓋好 導致家破人亡 因為買了房 錢沒了嘛 房子也沒了 那基本上呢 爛尾樓的棟數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是一棟啊 兩棟啊 三棟四棟已經很多了 這個在廣州白雲區 這個是非常熱鬧的地方 結果這個在竹廖鎮 總共多少棟 165棟 哇他造證165棟 當時都浪尾 全部就是沒有人 全部沒有辦法繼續完工啊 這個要炸要怎麼炸 我不曉得啦 這個要連環炸了啦 我看 叫解放軍去處理 這個可能要派軍隊啦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嚴重了 那過去啊 我們在講爛尾樓的這個效應 我們可能覺得只有在中國大陸 可是實際上 當時很多的這些地產商 跑到國外去買房 然後買地啊 不是買房 買地要蓋樓啊 當時在倫敦啊 2013年到2018年 總共匯賂多少資金 35億英鎊 要幹嘛 買地蓋樓嘛 而且在2017年喔 匯賂買房地產的資金 中國的資金是佔的全部啊 可是到了這幾年 已經降到剩十分之一了 結果很多的樓 蓋到一半也沒有完成 甚至像富利地產 他買了地以後 他完全就沒有辦法開始施工 連剛才講到的綠利控股對不對 也買地 可是買了地就這樣 地基弄好就沒了 就變這樣 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去年到目前為止 今年應該頂多 就是沒有辦法再破地 因為跌太多了 所以中國的地產股 一大堆都跌成金蛋水甲股 然後世貿股份 從去年的高點到現在跌了41% 農創中國是跌了76% 那碧桂園這個很知名的 也跌了43% 花樣年跌了多少 79% 所以我覺得風暴是不是就這麼過去 我覺得應該還沒有 爛尾樓的處理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中國房地產的大泡沫還在修正 滿地的讓尾樓最後回應到整個金融體系的龐大壓力 這當然影響到股票市場 也影響到金融機構的呆帳爛 那整個中國重整的壓力還在進行還在爆炸的同時 美國房地產去年也來到波段新高點 可是現在聯準會很兇 聯準會的兇法直接影響全球的股市房市跟債市 創下剛剛講到聯準會的升息 對全世界帶來很大的壓力 那美國房地產事實上 過去兩年真的超級火熱 美國過去兩年的房地產非常的熱 根據美國地產經濟公司的一個統計 2021年這一年 掛牌的房屋已經比較少了 它供給量反而變少 少了19.5% 可供出售的房子 比2019年少了40.5% 所以價格就繼續的往上飆過去了 根據他們的一個統計 從2021年的12月中到今年的1月16號 短短四周裡面 這些房子就漲了14% 而這14% 如果把這些已經有出售的房子 有成交的房子 中位數一算 每一個房子大概是358500美元 事實上 而且這些房子一出來之後 熱到是幾個小時就賣光了 大家在排隊 可是這裡面的狀況 現在聯準會要升息 可是沒有升息之下 先前的房貸的利率就已經不斷的在攀高了 目前已經升到了3.7% 比去年的同期升高了0.83% 那這裡面呢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中位數 35萬美元去算的話呢 就在短短這個星期裡面 每個月他們有據貸款的人 你要付的利息就多加125的美元 所以你每個月一出去之後 就將近4000元的新台幣 你就要多支出了 所以對美國來講壓力很大 而且雪上加算是什麼 因為有風暴 因為疫情 因為失機 因為運載 木材也漲價了 那美國很多房子都是用木頭做的 就有很多木材 從去年9月開始往上升 軟木木材呢 就已經飆升了45% 而且木材加工廠 針對你是要用住宅用的一個木材呢 這些地方呢 其實漲價都是漲兩倍以上 所以你就看到 美國不管是供給 材料利率 房地產都越飆越高 而這越飆越高之後呢 對於有錢人來講呢 好像一般人買房子都很辛苦了 有錢人來講不受影響 去年的時候貝佐斯曾經花了1.65億美元 是買下了比佛利山莊旁邊的一個華納莊園 那是加州那邊已經是最貴的一個成交價格 可是最近又有一個新的 就是那個風險投資家 他買的叫做馬里布豪宅 這馬里布豪宅就是 他現在買的一出手 1.77億美元 而且他佔地是七英姆 七英姆這麼大 而且直接的面臨的就是濱海 所以你在那露台上 這個在客廳要騎腳踏車或騎摩托車 對 他已經夠大了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直接看到海景 然後他自己裡面有專屬的蜿蜒小路 直接進到海灘那邊去 所以是海濱的一個超級海景的大豪宅 那大豪宅裡面呢 這裡面的狀況是 事實上他在2013年的時候 是一個服裝的幕後大亨 花了4000萬美元把它買下來 但是他現在想想他要變現 他用2.18億美元出來飆售 最後1.77億成交 所以會看到一般人買房子越來越貴 可是豪宅的價格也是一直往上衝上去 真的我請教這個邱博士 所以今年聯準會的升息力道跟手比 真的對於全球來講千里法動全身 對我想這一次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就是跟2020年3月的時候 他也是一致性的 而且這一致性是非常shock 比較驚人的一致性 第一個他提醒說 未來在7次還有7次的 聯準會的會議當中 而且他說會議每一次都可能升息 對 那我跟他算過 如果說每一次升息這個印碼 0.25%的話到年底的時候 也就是2022年年底的話 大概是1.75%左右 那他心目中呢 就表示說他心目中的這個目標呢 是2.25 就之前的這個2.25 不是之前大家所意估的這個1.25% 所以說在春節期間呢 我想各國這個股市呢 都會受到一些動盪 所以還好台股封關了 國際股市的這個多頭壓力很大 對 可是呢台股封關呢 是封在這個1萬8000點以下 並沒有這個攻上去 而且目前呢在春節期間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烏克蘭的這個問題 這個演變 因為我們有9天到10天的這個時間 是沒有開盤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FED我想他的這個QE啊 跟投影房呢 也因為地眼政治的關係呢 會呈現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況 讓投資人呢有期待 可是呢又會被他傷害到 所以說我們來遍布這個 歸動監視以下我們來看幾個 每一個sector 等等 邱博士我們先看 聯準會的預告會議的時間表 那眾所矚目的是3月份 3月份會不會開槍升第一次 是第一個觀察嗎 因為他今天料狠話說 他事實上很有可能 每次開會都升息嘛 然後3月處理完 5月又來一次 6月又一次 7月 9月 11月 12月 所以幾乎每一兩個月 就有一次重投大戲 就有一次 然後用紅的部分呢 就是他做政策的時候 那一般呢 我們是用這個黑的部分呢 他有幾次呢穿插著 是在做和皮術的這個說明 那這一次呢 這個開會呢 特別不一樣 因為這整個都pin in嘛 所以說我們來看 第一個sector就是貴重金屬 貴重金屬呢都上揚 而且呢都有預期的效果 像在這個2020年的 這個8月3號的時候 黃金的價格就飆到了2000多 然後之後呢 由於這個物價的關係 跟美元指數的關係呢 是稍微有就停下來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黃金是第一個創新高的 再來這第二個創新高的是白銀 它最高的價格 是落在去年的這個2月份 因為3月份開始呢 它的這個物價指數 CPI的延增率呢 也開始增高了 再來這是把勁的價格 是最後落在一個 比較高的這個高點之後呢 才下來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烏克蘭的問題呢 不在政治 因為是在鹽油 在能鹽 因為俄國 握有這個能鹽的 這個生產的這個商機 對 所以說北海布林特鹽油的 最近呢 已經看到九字頭了 對 也開始在攀高 我想這個對於整個成本的推動呢 是非常不利的 這個通膨的這個狀況 另外呢 我們來看民生物資 民生物資呢 我想呢 過年之後呢 大家會 或許呢 會有感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小麥的價格呢 升到這個867 每分 一個英斗 那芝加哥黃豆最高的這個價格呢 也來到了這個1600多 這個是最近 這個是去年的這個狀況 那後來呢 由於疫期的要升息 由於它的CPI的連徵力過高 所以說整個疫期的這個效果也出來了 那疫苗的價格也一樣 最高來到746 那我們今天 所以紅豆小麥玉米都在高檔 黃小玉都在高檔 這個是企業市場裡面呢 最大宗的一個成交 跟這個交易的這個物資 然後再來看 我們大家所關心的這個租金 這個房價的這個問題 台北市的這個租金呢 最高曾經來到這個一個月50萬 就是西華 互邦 互邦的這個西華 豪宅 對 豪宅 所以說基本上呢 台北的這個租金呢 大概可以分成幾塊 第一大塊就是大安區 或者仁愛路 第二塊是信義區 第三塊是大紫水 這個水邊的那個豪宅 對 都大部分都在27到這個50萬之間 那最高呢 曾經逼近這個50萬 那這個有一個豪宅的這個排名 我想大家一看就會非常很清楚的 包括互邦 包括貫等都有 而且呢 我們看喔 這個除了豪宅的市場在反映之外 六都的這個房價市上 也是火熱的 對 你看那個我們統計出來 六都的房價呢 顯著的這個現象呢 第一個 台北市沒有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台北市漲幅比較平一點 但是整個租金的這個成本呢 也在提高 那漲幅比較高的 像有台南啊 或者是台中啊 這個都漲幅比較高的 所以這目前呢 央行在應付這個房價的時候呢 是用信用管制 對 那我們知道說 有好幾種貨幣政策可以用 那他覺得存款準備率呢 可能會傷到整個經濟 因為我們的經濟呢 再復甦 如果說用存款準備率的話呢 是一個非常滾的一個手段 這個過去在1989年 1990年代的時候就發生過 當時呢 提高2%的這個 2%喔 不是兩碼喔 對 的這個存款準備率 然後整個房地產市場 一下來之後 大概經過10幾年 甚至20年呢 才負輸起來 我剛剛閱讀到的資料 去年台灣的這個房貸的金額 總金額增加七八千億 將近八千億 我用八千億算 八千億利息只要多1% 就是多80億 對 那你如果真的拉到2% 就是多160億 那這個事實上 對某些人來講 資金壓力 就是一直拉高 一直拉高 對 我想呢 如果說 提高1%的話 對於你說 今年的薪資呢 要提高4% 那也是沒辦法負荷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的 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聯準會生席 簽一法 動全身 美國衣生席 台灣央行說 都準備立刻跟進 然後3月份是一個重要的核心觀察指標 可是股票市場已經開始領跌 開始反映 同時 在市現在也是風吹草動 劍殺機 而另外一個全球觀察的重點是房地產市場高超 事實上去年台灣喔 土地跟房產交易都非常熱絡 我們看看今年的第一個2020年的豪宅的第一次的這個所謂的石下登陸 竟然出現在博外路 竟然出現在博外路 植物園旁邊的所謂的松桃園 那松桃園的11樓被誰買下來 被鷹野狼的兒子 鷹重搖買下來 當然這家公司是一個 用彭林投資公司買下來 那大家也以為說 奇怪 鷹野狼的兒子會買在11樓 一坪已經接近250萬 對不起 這個叫做左手跟右手 這叫做定毛效果 就是用兒子的名字買下爸爸蓋的房子這樣子 那這個像不像股票作手在作價 當然啦 因為他的兒子基本上是這家公司的所謂的代表 最大股東 但是他找一個潤泰星潤泰權的副總出來買 所以大家再去查 他怎麼查都鷹野狼 對不起 鷹野狼在2013年的時候 他在兒子上面的12樓已經另外一個定毛 總金額是8.7億 所以這個不管是通膨 不管是升息 這些豪宅他自隔市場 而且會左手換右手 讓你這個房價沒有辦法跌下來 因為房價有這個比價效應 好 那我們看看 未來就是說第一個就是七旗 其實台中的七旗最近 有很多的一個定毛效應 那個七旗裡面最近你看包括這個 連距的這個中央大樓 這個也是被這個非常大的金額買下來 那看看起來七旗的 最近旁邊有一個很特殊的叫五旗 這塊地很特殊 這塊地是一個什麼 就第一個停車場 可是 對不起 它是從阿祖 一直養地 養到第三代 前幾天的成交了 竟然10億 總共10億成交 那總評數是891坪 那這個也是一個定毛效果的 現在大家知道說養地 養了那麼久 可是很多人會去收購這個地 代表現在通膨升級 土地的市場不管通膨升級 反正要是各地有稀有地就買下來 那這些人都買下都是一個M型社會裡面 有錢的越有錢 那當然這個最近的我們剛才講是十下登錄 是一個登錄 台北市的一個全國的豪宅排名在去年又出來了 這個大家引起注意 到底現在全國裡面豪宅一哥是誰 對不起 就出現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的 元利信義聯情 元利信義聯情 竟然去年的成交金額 總共成交了大概17筆 就畫面在動嗎 對對對 它會分南北洞 這個是林敏雄蓋的那個超級豪宅買 那一樣跟跟剛剛葉遠良一樣 也是由林敏雄的兒子 林鴻斌 也另外又一個投資公司 也去買下來 那這個買下來 總共買了兩戶9.3億 平均各位 算起來 這一棟大樓一坪299萬 哇 已經開始踏到這個 鴻淮南的300萬的所謂的紅線 未來沒有什麼紅紅線 因為通膨裡面大概299萬上去了 那這裡面當然它有非常 我們一看這裡面非常豪宅社 你要訂米其林餐廳也有 對不起你要走私人飛機 預約也可以幫你做 它叫做黑卡級的管家服務 那裡面現在住的誰 那個周杰倫買在七樓 總共花了3.5億 周杰倫跟昆寧 還有那個餅乾那個徐福記 所以這棟大樓裡面是我們看到裡面是 非常的豪華奢侈 那另外一個 高超我問你喔 這種超級豪宅搞到黑卡服務的 它管理費應該很可觀嘛 我相信一年大概是上百萬 上百萬 因為我們現在過去 我猜百萬都拿不下來 可能拿不下來 管理費還有幫我 我現在聽到有些豪宅一坪的管理費 都搞到三四百起跳 那如果搞到三四百起跳很多全撞兩百坪的對不對 一百五十坪的 這樣一個月就好幾萬了嘛 其實這些大戶來講 我們看過到管理會 包括這個宏盛地堡 過去管理會有做一個排行榜 那以前是由宏盛地堡第一名 現在不是啦 你應該是由原力 這個鋼家第一名 那我們看看最近 所以這種房子送給窮一點的低薪力足住 他真的會連管理費都交不出來 我想說管理會可能是一般的 一般少數的一般的上班族 沒有我簡單說 一坪如果是三百塊的兩百坪的 一個月光管理費就六萬塊去掉了 還有其他水電要開銷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不管 其實台灣的豪宅市場 是另外一個區隔市場 那我最後再講一個就是敦南街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的比較 比較有人味的一個案子 叫做敦藏 他的酒樓也是破心高 是有一個群眾國際買下來 是2.6億 2.6億哪裡有人味 沒有人情味好不好 我想人味的是 因為裡面住了很多名人 大家都喜歡看說 名人你們買 雖然買不起 但是大家也 哈一下嘛 這裡面住在有誰 人寶阿碩皮協的 董事長周愉民 張正很多 五中線都出在這裡 所以我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土地跟市場 土地的市場是 完全跟升級通分沒有關係 它是一個另類的市場 而且有錢人 老實講 股票賺的錢都去買豪宅 所以去年的豪宅 基本上會增加這麼多的 包括剛剛教授提到的租金 西華富邦 大使那個地方 就接近一個月 要接近50萬的租金 50萬就等於一般上班族 一年的一般的22K的一個年收入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M型的市場裡面 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區隔市場 那我跟討論 今年如果升級的話 整個市場的資金壓力會有什麼流向 對富友人沒有幫助 富友人事實上是沒得到 有一種人類他買豪宅是直接現金交易的 所以那種人沒有利息跟房貸的問題 他也沒有管理費的問題 因為他是零貸款 那是有錢人嘛 那我相信去年很多配股配息 很多大老闆都賺錢了 幾十億啦 所以他們的市場 我們現在大概對一般 年輕人來講是有剝奪感 可是這些對有錢人來講 他事實上錢啊 金山啦 紋山啦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對他沒有什麼什麼影響 可是對普通中產階級 跟小資一組的話 利息差一趴差兩趴 就是差很多嘛 一千萬的房貸差一趴利息 至少差十萬啦 對啦 我最後做個利息 做個利息一個統計 今天講是1.3趴 一般的索購組500萬的話 大概如果是一碼兩碼三碼的話 他可能一年要增加大概2萬 一萬五到兩萬三 是500萬的房貸啦 如果是你一千萬的房貸來講 我們現在1.3 如果升息的大概2碼三碼左右的話 到2.15的話 他一年的利息要增加多少 4.7萬 所以上班族買房就會有壓力啦 因為你房貸可能一貸個兩三千萬 你看我們看 其實現在大概貸款500萬的 其實很少 大概都是一千萬左右啦 一般的一千萬啦 換句話說一千萬裡面 如果升息到2.15趴 這是很保守啦 還那個因為有個學者說 未來可能升息到3趴 現在各位觀眾在買房子要注意 你買中小型的建商 他現在的預售物價格一坪50萬 到兩年之後蓋完之後 可能造價成本增加50趴 然後他之前預售的價格 他就沒有辦法有錢去蓋那個房子 所以會變成什麼 剛剛你提到了 爛尾樓 台灣的爛尾樓不至於爆炸啦 可是後來我們看台南高雄 一堆的土地全部蓋滿了 將來這些中小型的建商 如果沒有禮約保證 如果沒有信託 各位你買了變成這個房子的故額 你可能要注意到 可能變成爛尾樓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全球的升息壓力 確實對於全面性的金融市場 包含的股市 債市 惠市 房市都有影響 那房地產的市場 更是冰火兩重天 這個美國為首的其他市場 事實上過去兩年是很火熱的 可是中國在爆炸 在調整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請教童龍大哥 以台灣來講 事實上我的觀察是 去年南台灣 中台灣都很熱 台積電廠開到哪裡 那周邊炒房炒地就是一波熱 文機起舞 是 那最近聽說要去嘉義社 先進封裝廠 恭喜嘉義投資客 可能逮到新題材 可是相對上 台北市的漲勢就力道沒有那麼強勁 可是今年的狀況不大一樣 就是說聯儲會的升息 可能給全球的包含股市房市 都帶來資金壓力 你怎麼看 當然 大家剛剛談到大陸 濫毀了的情況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我們台灣會不會步上這個後塵 其實兩個地方大概有一些基本上的不同 大陸現在走的就是 他從2007年到2017年走的就好像我們在 1982年到1990年那個主身段 這個人均都三千美元以上一直一直談到一萬元 這個階段經濟成長力都很強 所以他兩個時段是很很相近的 所以他相對的房地產的漲幅 我們那個時候是漲了4.5倍 但是中國大陸居然漲到將近10倍 這個就是操漲情況很嚴重 那為什麼他們濫尾樓會比我們這邊多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每兩年就調控一次 而且他調控得非常的兇 他一調控的時候濫尾樓就出現了 所以濫尾樓10年來一直都頻頻的出現 那台灣目前的狀況呢 我們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就是 50年來從來沒有的就是 現在蛋殼區漲幅高於蛋白區 蛋白區漲幅又高於蛋黃區 那我們從廣義的蛋黃蛋白來定義的話 所謂廣義的就是說 台北是蛋黃中南部是蛋白 廣義的都會來講 那假如俠義的話是區域裡頭的 行政區的蛋黃跟蛋白 比如說台中的七旗跟台中的後禮 這個就蛋黃蛋白 那現在的現象就是 蛋殼為什麼會長過於蛋白 有一些蛋殼地區因為 比如說後禮 比如說嘉義的馬朝後 這個一二三旗 這個大家沒有聽過 我去徒步環島才發現說 很多地方它是有機資產 像嘉義現在剛剛講說台積電也要去 那馬朝後這個地方呢 一期一公開就已經搶購一空了 那現在二三旗正在開發 也是預定的情況非常的熱絡 那後禮還有七星基地的發展 那還來就是湖尾 這個雲林的湖尾也很強勢 這個科學園區 那麼麥寮地區跟斗六地區 它剛好就在中間的位置 那麥寮原來是租舍租住的地方 現在改成了這個人住的宿舍 就是外勞移工的這些部分人住的宿舍 那麼很多高幹就往湖尾地區 所以住宅它就相對的雲林嘉義 甚至於這個屏東 很多這個鄉鎮都漲幅 都勝過於我們六都的都會 而且這裡頭有蠻大一部分 都是中南部的製造業 就是說製造業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題材 跟點火的效應 那它有能力點火周圍的房地跟土地房產的需求 對 它在這一波就主要台商回流 製造業回流 我們經濟成長力強 然後獲利高 南北落差在做補漲 所以基期低的地方在做補漲 還有營建成本高 中南部很容易轉嫁 反應這個營建成本 但是基本上蛋殼總有滿足點 蛋白要看它的體材 看它未來的體材 所以我要再講說 未來真正假如說房地產要反轉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蛋殼一定會率先領疊 就是現在的蛋殼 那蛋白地區就看它有沒有這個體材性 比如說藍子還有台積電的效應 它還可以發酵一兩年 所以在2022年 我都看這個房地產 基本上是北溫中熱南強 但是高雄會強強棍 我個人認為這樣子 但雖然剛才有講升息的縮表 升息 還有通膨 還有最重要還有政府要打房 這件事情 升息跟打房是配套在一起的 比方說政府如果要求 比方說3戶以上不給貸款 那就立刻影響你資金的量能跟實力了 有實力了拿現金不用貸款的沒差 可是多數人不是這一種人 所以台灣的打草房 絕對不能像中國大陸的打草房方式 不然爛尾樓一樣會出現 因為現在房地產經不起跌了 為什麼 因為它營建成本那麼高 剛才這個高超已經講過了 這個營建成本高到時候 預售的這個交屋的時候就會風險起 所以未來你要看這個 這個這個房地產是沒有永遠漲的道理 但是它在2022年會歷經升息 它是緩慢升息 然後通膨的壓力 打房的壓力 它還是會精精漲的通過 它的量去年是大概漲幅大概是6.6% 今年我預計它的量的漲幅 會在3到5%會縮縮 所以我們未來看預售市場會不會反轉 要看它的開工率跟 開工核發率跟死兆核發率 有沒有死亡交叉 一死亡交叉 預售屋大概就是結束了 那乘屋的部分就要看它價量有沒有背離 比如說我們現在房價繼續漲 但是量卻縮了 那個時候就會注意 台北市就量縮了 台北市去年還好 它去年有比中南部的量的增加的幅度多一點 因為它現在台北市現在是比較健康的 它漲幅大概6% 經濟成長率在6% 它漲幅6% 6-7% 這個還算安全 所以我們時間把它拉長3年的話 大概高雄台南漲幅最大 上一波的低點 台南 高雄 台中 再來桃園 那台北跟新北市大概漲幅24% 就是三四年當中 它才漲幅24% 所以未來假如房地產反轉的時候 最抗跌的應該就是台北市 那麼蛋殼區就會比較 那預售會有超漲的現象 預售就會進入風險期 所以未來區域裡頭要看反轉的話 看區域 以區域來講 蛋殼區是一個指標 所以高超剛剛才會講說 預售亂投資 萬一投資到中小建商 小心交不了屋出事 一個是蛋殼區域 一個要看一個指標 區域指標是 高雄市漲不動 這一波就結束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聯準會的升息壓力 使得全球金融市場 現在真的相當的脆弱 那特別是股票市場 跟在市反應非常激烈 那我請教子序 另外一個觀察指標 是美國的房地產 因為事實上這一次 聯準會的量化寬鬆 美國的房市事實上也帶頭領漲 不過美國也是一個有效率的市場 它在房貸利率 比方說30年房貸的利率 事實上立刻有所反應 所以如果聯準會一旦升息 美國的房市我猜也會快速反應 是 我們先看 過去兩年 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新聞 在2020年 因為疫情來之後 印了很多鈔票 結果很多中低收入戶 都受到這波疫情的影響失業 但是房價為什麼繼續飆漲呢 因為所謂的藍領階層或白領階層 中高階層的人 錢很多 利率又降低 拼命的買 所以導致美國房價一路向上漲 看到2022年 1月份的一個新聞 所謂的過去兩年來 收入的一個中位數 美國人收入的中位數 下降了3% 結果生產成本上漲的7% 表示說什麼 表示他們的一個收入跟物價的上漲 是不成比例的 對 另外也看到最近的一個新聞 就是說講到美國的新物的中間價 在11月份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41.7萬美元 這樣一個數字 我們看到這張表 這張表是美國家庭的總債務 美國家庭的一個總債務 已經來到15點多兆 其中在房貸的部分 債務規模已經來到了11兆 這樣一個數字 好 11兆美元每升息1% 它事實上就有1000億美元的 利息壓力 新增的壓力 是 沒錯 所以呢 對於這個 所謂的一個龐大的家庭 那一負債來講 不只是房貸的余額 一直在上漲 甚至我們看到上面 是非房貸的余額 OK 那非房貸的余額包含哪一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表 嗯 非房貸余額包含了 所謂的一個信用卡 學生貸款 或車貸等等 其中我們看到 最上面那張圖表 那個框框是紅色的部分 嗯 什麼東西增加的最快 學貸 學貸 好 那我們要想啊 學貸增加那麼快 學生 學生一般是沒有什麼錢的人 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過去幾年的債務累積 幾乎都是在所謂的 中低階層 對 債務快速的累積 對 那看到那張圖表 大家又講說 房價到底會不會繼續漲 其實我用這張圖就跟大家講 有一句聽起來很像廢話 就是說房價長期來講就是上漲 嗯 為什麼長期來講就是上漲 因為M2 貨幣的總供給量就是上漲 嗯 那M2還有一個公司啊 上面寫到M1B啊 講完大家也聽不懂 嗯 直接講說M2的白話人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基礎的貨幣供給量 加上個人借錢 對 企業借錢 政府發債 嗯 其實加起來就是M2的量一直增加 所以大趨勢就會看到 M2一直增加的構成 房租的價格就是上漲 可是中間有回落 中間怎麼回落 就看這張圖表 嗯 這張圖表指的是說 呃 包含了所謂的一個 呃 利率 嗯 以及S&P500指數 還有房價的一個關係 嗯 那我們看到呢 紅色的線 它是所謂的一個 S&P500指數 嗯 那 房價呢 是紅色那一條線 嗯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幾年來 紅色的大框框 嗯 利率 綠色的利率一直降 對 房價跟S&P500指數 是不是就一直走 對 就房市股市一直漲 嗯 是 但是中間有一個藍色框框 為什麼 股價下去 對 可是 房價繼續上 嗯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房貸利率是往下走的 OK 利率往下降 房價就繼續充 那到近期呢 所謂的一個 房市 跟所謂的股市 快速的上揚 也是因為利率就保持在低檔 嗯 那這張圖呢 在講的是 因為房價細部的漲跌 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股市跟房貸利率 嗯 這在講股市的一個過程 那基本上 前面幾次回落都跟低色回落 綠色框框 對 跟總體經濟 嗯 所謂的一個經濟下調的關 因為科技泡沫 嗯 2008年是因為 這個金融市場玩過活了 玩到爆了 那到第三個洪框的時候 QE開始 嗯 QE開始 其實利率的變化 或者實體經濟的變化 已經趕不上所謂的貨幣供給量 嗯 所以只要QE一直Q下去 或總的貨幣供給量是增加 嗯 房價的大趨勢就是上漲 嗯 那剛剛講了 房價的趨勢跟兩個有關 股市跟房貸利率 對 這個是我們在前幾天節目就有講到 股市近期來講 在快速升息之下 如果通膨衝上去了 息沒有跟上去 嗯 那要快速升息 基本上對股市 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嗯 所以短時間內我們認為 股價縱使像美股 嗯 最近就是很多 但是我認為這只是剛開始 嗯 那這張錶呢 講的是剛講了 房價跟什麼有關 股市跟房貸利率 這個就是房貸利率 嗯 房貸利率跟什麼有關 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對 我們看到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前幾天的節目也講了 十年期公債子利率短線回檔 嗯 只是因為股市跌太快 股市跌太快 還有錢就往 所謂的十年期公債避險 嗯 那現在呢 看到十年期公債 在連轉會出來講完話之後呢 對 又往上衝了 所以我認為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隨著連轉會快速加起之下 它會繼續往上搖 好這張圖下面的線條 這一個橘色的就是 十年期公債子利率 這幾天是直接1.8多 要衝1.9 然後上面的這個藍紫色的線 是30年房貸利率 對 所以就衝到3點多 是 所以美國是個效率市場 十年期公債子利率一反應之後 房貸利率立刻反應 沒錯 如果你要買房子 你去跟銀行談利率 立刻用新的利率談 是的 沒錯 好 所以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總結 房價漲跌到底跟什麼有關 大方向就是看所謂的一個M2 只要大家一直有能力繼續借錢 企業有能力繼續借錢 政府有能力繼續發錢 連轉會有能力繼續印錢 那M2就會增加 M2增加呢 房價的大趨勢就是往上 那細部來看呢 我們就看兩個 股市跟房貸利率 那現在股市受到幾個影響 貨幣供給量 它要收QE嘛 要減少了嘛 利率要升 景氣呢 今年的成長性 又沒有去年的那麼強 所以股市基本上 短時間內也是向下走 房貸利率又向上揚 加上現在呢 剛講了 QE即將結束 利率即將調升 連轉會要開始縮表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看到最後一張圖表 房價的大方向呢 短時間內會是下來的 因為M2我認為 在連轉會開始縮表之後 短時間內衝上去那個M2 4兆多5兆多 它會下來 另外房貸利率開始往上拉升 也會造成房價的壓力 所以最終做一個總結 在右邊最後一個框 短期房價會修正 但是長時間內 房價會不會繼續上揚 就看這一次升息 縮表之後 連轉會呢 等到股市回落之後 會不會再是QE 如果有QE 那房價就有機會 再繼續往上走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周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Twitter、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 訂閱追蹤跟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訂閱 訂閱 再按讚 다떨 訂閱 電